那類固醇的藥膏有什麼樣的副作用呢 它可能會出現皮膚微多啊 它會出現血管的擴張泛紅 市售的試診藥膏 我們最常見醫師會開 或者說你去藥區 你會買得到的藥膏 其實最主要的成分可能會是類固醇 還有有一些副放的 它可能會加一些就是清涼止癢的成分 大概主要是以類固醇為主 類固醇基本上的功能呢 它可以拿來抗發炎 那它也有免疫抑制血管收縮 還有抑制增增的效果 那不過一般來講 因為其實濕疹就是一個皮膚非感染 不會傳染的一個發炎嘛 那我們主要就是 用類固醇的抗發炎的作用呢 來去治療我們的濕疹 也就是皮膚的發炎這樣子 那不過說因為其實 以濕疹發作的部位不一樣 然後這個病人呢 他自己的年紀 就是例如說大人啊小孩啊 其實不太一樣 他本身的膚礦不一樣啊 是乾的皮膚還是比較偏油性的皮膚 或者看他發炎的嚴重程度 所適合的藥膏 包括它裡面的那個主要的成分 還有適合的劑性 可能就不太一樣 一般的濕疹的藥物啦 包括醫師開的 或者是說有時候 你可能自己去藥局買的藥 主要的成分可能就是以類固醇為主 那選用類固醇的原因 是因為類固醇它有抗發炎的效果 而濕疹它就是皮膚的非傳染性的發炎 那只是說其實一般來講 包括醫師在開藥 我們在藥物的選擇 去考量病人的年紀 是大人 是小孩 甚至是寶寶 然後他發作的部位是 在頭 在臉 在生殖器 在手腳 還有他這個發炎是激性的發炎 他是慢性的發炎 他這個皮膚是發炎有水泡 還是說他是很乾 我們可能需要做好保持 根據我們剛剛講的這些不同的狀況 我們選用類固醇的藥膏成分 激性 強度 還有建議的用量 或者是用的長短 建議上就會不同 所以一般來講原則上 我們是不太建議說自己拿藥膏來使用的 如果說真的是有一點點皮膚上的狀況的時候 那就看這個是否是平常 有些他可能本身有一點點過敏體質 他也許有異微性皮膚炎 或者說他有植物性皮膚炎 他其實這個東西他本來就是反覆發作 已經一段時間他其實知道說 我的體質可能每年夏天 我在某一些部位會發作 他蠻熟悉自己的這個狀況發作的時候 如果說真的不方便看醫師 或者是有特別的狀況 例如說他必須要居家的狀況 原則是不建議自己買藥 那如果真的真的必須要的時候 至少就是不建議自己買強度太高的藥 那再來就是說 擦的次數一天不要超過兩次 那一般在用藥的時候 也不太建議用副方的藥膏 所謂副方的藥膏就是說 他可能會護唇 又加抗黴菌藥 又加抗生素 或者其他的東西 那成分上會比較複雜 一般單純的濕疹 其實也是不需要用副方的藥膏的 但是他不同的部位 其實皮膚本身的厚度 還有他角質層的厚度 其實是差距蠻大的 所以對於藥膏的吸收其實差很多 例如說我手掌吸收比較差 但是在臉尤其是眼皮 還有我們就私密出生殖器的地方 的藥吸收非常之好 所以你拿醫生開給你擦臉的藥膏 你去擦手 你會發現就效果很差 但是如果拿醫生開擦手的時候 真的要拿去擦臉 那可能擦不用太長的時間 就會出現一些副作用 那類固醇的藥膏有什麼樣的副作用呢 他可能會出現皮膚微多 他會出現血管的擴張泛紅 如果擦在臉 其實也可能會就是誘發一些類固醇的酒造 身上的話 有時候我沒看到說 類固醇擦久了 他會有一些微縮紋 有點像認成紋 還有色素的脫失 就是會白白的 主要為什麼不太建議自己擦藥 是因為其實藥有它的效果 也有它的副作用 那一旦沒有用得好 沒效也就算 有副作用的狀況 是比較難掌握的 一般我們在開藥 會用到有副作用的狀況 我非常非常之少 因為我們可以拿捏 濕疹它就是個發炎 那其實濕疹是蠻常見的 我們講內陰型或外陰型 就是說它可能有點過敏體質 最常見它就是有異味性疲變的體質 那它可能每年到夏天 它就會在一些就是皺褶處 它就會發炎 它就是容易癢 有一些體質性的 那外陰性呢 就是有可能很多的原因嘛 外來的原因 包括你今天在外面 碰到一些灰塵啊 蟲蟲的毛也好啦 花粉啦 然後或者是香水 清潔機好了 這些東西其實 就是我們有可能 碰到外來的東西 會因為接觸 或者是說 欸 某些東西 它是有刺激性的 那就產生過敏 或者是說 欸 因為我們皮膚太乾 可能保護力不好 比較容易發炎 這些狀況 內陰性跟外陰性 有很多的原因 試症最常見的一個 皮膚的表現 那可能會有點脫穴 可能會有一點癢 偶爾可能也會有一些 紅疹的狀況 如果是說那種 就是其實它是體質性 它本來就反反覆覆發作 所以當它發作的時候 它比較能夠判斷 這個是不是死症 因為不是只有死症會癢 也有可能有其他的狀況會癢 那假使真的是死症的狀態 就像 那我們怎麼樣緩解症狀 第一 可能從它發作的部位 跟它自己的生活上去推敲說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誘發的因子 是我自己可以先避免的 例如說我今天 穿了一件新的衣服 從外面買回來 欸 我還沒下水 結果我穿了一兩天 我身上有衣服接觸到的地方 我整個都一樣 就是說你看那個部位 有沒有可能 其實你真的是最近接觸到什麼 或者是說 欸 在臉嗎 我最近補了面膜啊 我最近畫了什麼新的保養品 最近接觸到的 然後部位是相符的 我們先去懷疑看看 有沒有什麼能產生故事 欸 我就把它拿掉嘛 因為如果是這種接觸性的 不管是因為摩擦 或者是因為它的成分刺激過敏 好了 我們就是把原因去除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或者是說 好 我今天可能是點點藥水 眼皮旁邊過敏也是有可能 當然如果是不使用藥物 我們懷疑過敏的狀況 那也要跟本來的醫師討論說 這個藥是否是可以換 或者是可以停的 有些藥是必須要繼續用 那這種狀況 我覺得還是得要太醫生嘛 那總之第一件事情 找找看有沒有誘發因子 有的話把它去除 那一般皮膚的照顧的話 假設這個地方已經有點癢 有點摘發炎 我們就回歸到最基本的照顧 就是怎麼樣清潔 是溫和的清潔 皮膚當它有點紅 有一點癢 有一點脫皮 甚至是你drydry 有點傷口的時候 所謂溫和清潔大概就是說 不適合用清潔力太強的清潔劑 也不太適合去用洗澡海綿 拉菜刮布 或者是磨砂類的東西 去做過分的去嚼製 這個時候是不建議去嚼製的 就是簡單的清潔 就是溫和的清潔劑 然後把它沖乾淨 沖乾淨之後擦乾 我們可以擦乳液做保濕 那這個乳液我們希望它是不香 就是沒有香料的 沒有顏色的 然後也沒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 也沒有一些美白或者是酸味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就是純粹需要它一個保濕的功能 或者是凡是零這樣一個成分比較單純的成分 這樣子做一個保濕的 日常大概就是保持通風 出門就好好的防曬 這個就是基本的皮膚的照顧 其實大原則還是一般皮膚的照顧 那當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我們約是要讓它休息 讓它休息的意思就是說 好 你臉已經有狀況了 就不要這個時候去浮力 不要這個時候去去嚼製 然後不要這個時候去擦心的東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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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